所以神秀自己的思维 知人不成记者 唯我以他们为教授师 那么我虚咒记将成和尚 增加他的压力 若不成记和尚如何 知我心中见解 深浅 没有做记忆的话 无止就不了解他 心中见解的深浅 我曾记忆求法及善 秘主及恶 所以神秀他还没有做记忆的时候 他的那个昏悲心就已经呈现了 他说求法及善 秘主要当一代主师 那就恶 是不是昏悲心 有没有 就已经在他内心产生昏悲心 有求法及善 秘主师那个地位就是恶 这个就已经昏悲心 这个就已经昏悲心产生了 所以这样是不是没有领悟到很深的道理 就是还查 协同减心 这就是要够善悲心 就想要秘主师的位置 就是要够魏 够那个善悲 那五指已经明讲了 你领悟的话 就要把那个一波传给你 所以已经明讲了 不是你在躲 可是他心中有这一种观念 说你要躲指挥 所以那就不正确了 那个内心深处 观念就不正确 若不成绩 终不得法 这个大难 太难了 很困难